放流水會不會污染到核酸 如果總計起來會不會影響到核酸 這個東西你們要考量 第二個就是剛才我在講的標準 到底是怎麼定的 另外剛才中油提到的問題 我覺得中油也關顧很多 應該是更能夠有帶頭的作用來做一些改善 不要再覺得說要再爭取一些時間 或是比較開放的狀況 當時我很同情那位塑膠業者 因為他自己 當然他排出來很多的東西 這個地方我們沒有辦法去妥協 但是就是說在整個製程上面 是不是有他的確為難的地方 因為如果是在工業區裡面 他別人大家排出去 然後稀釋了就沒有問題 他一個人獨立在一個地方 然後要花很多的這個錢 或是這個時間去做這個事情 是不是的確有困難 我覺得這個你們要去再思考一下 我並不是在替葉子說話 我只是覺得剛剛他講的東西 替起來有點道理 但是這個綠影系的確是很讀的東西 很難去讀一些 謝謝委員 其實在我們這個管制 大概可以分成兩端 一端是從事業這部分 放油水標準的一個管制 但是其實在水護法裡面 他有賦予我們 依照河川水體的航空能力 去做總量的一個管制 但是大家也了解到說 依照台灣河川的這個特性 跟我們那個降雨一樣 我們雖然說是一年 將近三千公里的一個降雨 但是事實上我們是 世界上缺水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缺水 主要是河川沒有水 所以大部分的降雨 都在暴雨的時候 一下就流到海峽或太平洋 真正能夠流到河川裡面 那個今年的補充河川的基流 這部分事實上是非常少 所以在台灣有很多河川 在那個 揮雨季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流量是比較少 所以我們要去執行這個 總量管制 事實上是比較困難一點 可是那是才是嚴重 它水量少 那你排出那麼多的毒 我們是每年靠一次大水來沖掉 把毒物都沖掉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對 我們大部分 很多的河川 事實上它的基流量 就是包括我們的民生灰水 包括農業的灰水 包括私業的灰水 所以基本上 我們那個河川的那個 稀釋的能力是比較小一點 那我們要依照這個 寒農能力去管制的話 大概甚至就是 連我們民生灰水 要派進去 大概都很困難 可能在 環保署的立場說 我為這些事業 或者是什麼去考慮 事實上並不是恰當的 但是我們 我們必須整體的做衡量 而且必須就我們那個 面臨到的一個困境 去做比較適度的一個妥協 包括我們目前的那個民生灰水廠的排放 包括 包括農業灰水的排放 包括私業灰水的排放 這部分 我們一步一步 希望能夠從這個源頭 從礦油水標準這裡 先管制 然後我們慢慢縮小這部分 一個排放量 最後我們希望說 能夠用河川的那個水體的標準 希望說每條河川都是能夠 不過他水體的 用途的這樣的一個水質 標準 對 值怎麼訂呢 好 那請儲客當中 好